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这股民的疑难杂症由老师来开讲 我是蔡优达 台股一甩前两天的颓势 今天是开高走高大涨200点以上 表现在雅谷当中是最为强颜的涨最多的 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CPI通膨数据降温的激励 而现在毕竟已经到12月份的中旬 外资可能都要放耶诞假期了 内资主导的做仗做梦行情 短多还有空间吗 要来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翁世俊老师 虽然说美国的CPI是有降温的迹象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稍后要从几张图票帮大家的来掌握 一些产品是已经在降价了 一些产品现在还很贵 还在涨价的呢 要来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蓝灯耀 蓝老师午安 所有的朋友们打午安大家好 这个世俊老师我们先来看台股今天的表现 真的是很棒棒 涨了200多点 所以今天这根红棒 直接把这个前两天的黑鸡棒吃掉 而且也占回到这个月线大关了 但是今天大涨的200多点是谁在买的呢 三大法人最新的筹码来看 总共是买超160亿 外资把昨天卖的全部都补回来了 145亿 但是在期货多单的部分有减码 因为昨天是5000多口嘛 他大概是减了606口的多单 所以在期限货有点不同步啦 但是明天两个大事 要帮大家做预测跟掌握了 第一个就是鲍尔联准会主席 在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后 他会讲话嘛 就是明天的凌晨 第二点就是明天台积电 要进行除息2.75元 所以你会有什么样的预测呢 好 那其实 昨天晚上公布的CPI是低于预期嘛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我昨天的预测是 这个CPI要嘛就是符合预期 要嘛就是低于预期 因为从前两天的美股先大涨 其实有点先提前庆祝了 虽然说昨天美股是开高 然后走低 对 走低 主要是好像有传闻说 有些机构已经预先知道 CPI这个可能就会低于预期 提早先卡位 然后早上去之后把它卖下来 所以说今天晚上最重要 当然还是这个FED的利率会议 那可能我们就要关注说这个鲍尔 升粮码是一定的啦 一定是升粮码 只是说他要跟你唱一首歌 偏歌 还是要放一只老银给你 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说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说未来的利率中止 是不是会到 明年会不会到5%以上 这是不是一个重点 货币政策会不会更紧缩 比较难预测 但是我觉得就算他再怎么放隔 因为美股已经连涨两天了 所以明天我们要再大涨 是很困难的 所以要涨个200多点 是有难度的 不太可能 就算他涨个再隔 因为已经 第一个低限已经提前涨了 今天就是把前面两天的跌的涨回来 其实这个礼拜也没有动 你就要上礼拜五的收盘价 到今天根本就没动 所以大盘我是觉得他是走相形 他就走相形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虽然说明年不会大涨 但是可以确定就是说 不确定因素已经告一段落了 不管是这个CPI 或是联准利率角色会议 之后可能就是回归内支作帐 因为外资像刚刚悠达讲 准备要放一旦价钱 他一旦价钱会大买 应该也不太会吧 接下来就是聚焦 一样是看一下就是集团作帐 跟中小型股内支作帐 今天是涨大型股 可是我们昨天前两天讲的 中小型股还是很强 比如说像3013的陈铭店 陈铭店的表现今天很强 今天还是涨3013 你看一下就是说前两天已经 冲到涨停板 今天还是继续大涨 今天还有一根涨停 今天还要快涨停 所以这个短线就不要追啦 你看就很有空间 你看十几块的股价 你要跳到二十几块 其实并没有很难 所以空手不要再介入了 先不要介入了吧 今天已经爆那么大的量了 昨天涨停完 今天再冲一根 就可能等拉回吧 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还有讲 2495的浦安 对 浦安 所以做磁铁正列 今天还是继续涨 量滚量 这种就是量滚量 它就容易再继续涨 这个中小型股还是可以特别留意 好 特别是中小型股 但是因为今天台股太强了啦 跟这个美股比起来 因为美股昨天有点虎头蛇尾 所以大家好像在担心什么 第一点是说 这个CPI数据难道是不如预期吗 还是说 因为现在美国投资人 他可能也要放耶探捷假期 所以他该不会 现在华尔街的人也在打带跑吧 有可能啦 有可能是打带跑 那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公布的这个CPI 那是年增率是7.1% 所以比市场预测7.3%还低 也比前值7.7%还低 那核心的话是6% 比预测6.1%还低 那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因为等一下兰老师才会详细介绍 下滑幅度比较大 第一个能源 本来是年增率17% 降到13% 13% 这个字有点不太清楚 太小了 再来就是二手车部分 本来年增率是2.3% 变成负的 负的3% 就是他有打折啦 可能是啦 现在二手车就没有这么贵 在美国你买二手车没有像之前那么贵 所以主要叠的是 能源跟二手车 所以后续我们可以持续再做观察 好 那如果说现在是一个说外资要准备放假 内资主导的行情 那我们看看 因为现在所谓的年底 集团要冲刺作账 哪一些指标股值得留意呢 今天盘面上有五党给大家来做参考 包含了永丰鱼集团旗下的袁泰 今天跌身反弹 华兴 今天虽然没有动刀 但是最近法人买很多的 台岗集团的荣刚 玉龙的玉龙 还有华硕集团旗下的华琴 华琴今天工掌亭 哪些是比较有续航力的呢 比较有续航力 因为我们最近这两天都讲中小型股 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喜欢做 比较喜欢做大型股的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集团作账 我觉得集团作账 今年看起来是传产股比较有细 电子股好像没什么力 有可能会有一些消化库存的压力 就是有消化库存的压力 或是说营收真的是有在衰退 但传产股最近真的蛮强的 比如说像龙刚 华兴 玉龙 这三档都是传产股 那表现起来就是比这些 电子股跌身反弹还强 像这三档都是创近期的新高 我们比如说像举个例子 像5009的龙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龙刚的K线 5009的龙刚 这个K线是真的很强 这人是有接到国防的订单 军工的炮弹 飞弹 坦克车 代表说它的获利是有在起来 营收跟获利都有起来 最近法人 我看法人是真的买很多 不管是外资跟投信 随便切一个外资进来就好了 法人 最近真的都进来买 这个股价刚创高 这我觉得还有续航力 这还有续航力 这个是台钢集团的 再看一下2201的玉龙 2201的玉龙 玉龙今天有一点上影线 因为玉龙的话 就是说当然题材也是很好 这个纳智杰N7 大家可能都有去订购 看起来因为它主要是缺点就是说 它这边有一个长上影线避雷针 就是说可能说它攻到70块以上 会有一点压力 这个我建议大家是踩一个区间操作 就是等下区间下缘再来布局 它还没有转落 你看这个最大量的低点 它其实都没有破 它破了就站回来了 所以今天有上影线没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 这档应该还是有续航力 只是说你要小心一下 就是说它的上影线在71块这边 到了你可能要操作调节 除非它用更大量去把它突破 那施君老师你刚刚讲的不管是在绒钢 玉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它已经涨上去位阶比较高 我们先从跌生反弹的帮大家说起 这个圆态8069圆态今天收了一根红黑棒 那它的跌生反弹是说 未来明年的事况会更明朗吗 看起来它的动作是这样讲的没错 那它昨天有去量产 就是一个新产品叫全彩电子纸 看起来很漂亮 用四个颜色的原料来做的 本来以前是黑白嘛 现在用的彩色的 那我觉得它的主要题材就是这个 ESL 电子货架标签 比如说像那个美国大卖场 它都慢慢都改成这个 ESL 电子标签 那这个是一个趋势 像说今年的投片量可能是 全球的大概1.9亿片 到2025年它会成长到21片 所以这个趋势是往上的 但是元泰比较诟病就是说本益比太高 那就是说获利好像也没有那么强 可能说今年赚了10块 会不会说股价到178块 所以说有被修正 它股价是真的有被修正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技术面 好 那我是认为说这个技术面来看 它有到前波低点附近 这边有爆大量嘛 这个低点有守住嘛 所以并没有转落 那今天有站回月线 好 那这边有一条年线 大概在184块 如果能去给它突破 我觉得倒有机会打一个双底 因为毕竟这个是明年趋势成长的股票 它有在积极扩产 不管是新竹厂 桃源观音厂 大陆的扬州厂 代表说它一定很看好后市的前景 才会持续做扩产 所以有在扩产就是可能不看淡明年 对 它不看淡 它这个董桌讲说 它对未来趋势都是看好的 但是如果股价要转长 先看能不能站稳年线 对 看能不能做突破 好 这是在元泰的操作 那另外呢 是在这个1605的华星 好 那华星题材大家都耳熟能详 他看好电动车 冰孽 好 那还有这个台电强任电网计划 像今天像其他的股票中芯电 也都涨起来 续航力 这些股票其实续航力都很强 好 那你看获利也不错 那只是说集团作帐 船山股还是很有利 我觉得华星应该还有机会 再去挑战前高 但是说空间来说 可能没有这么大 你可能就是要等抓这个均线回撤 你再来布局 比如说这边有一条紫色月星 你看他每次到月星附近 好像快逼近的时候 好像都是一个买点 这一次也是 这一次也是啊 看这个应该是礼拜一吧 礼拜一有回撤 快到 可是都没有破 所以说代表资党的股票 看起来是蛮强的 那前一波这个上影线需要注意吗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顾 可是说你要有那种空间出来的话 就等拉回到月星再布局就不加好 跟刚刚那一档元泰就不一样 好 1605的华星 拉回月星再做第二次的布局 那今天涨停3515的华星 因为在这一波班卡是之前涨很多的 但是也沉寂了两三个礼拜 什么历台青云 汉逊 华星都是如此 但是他们的今天是涨真的吗 还是会不会就只是电档演出 应该是涨真的啦 只是你要去追高就是 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跟佑达在聊这档 班卡股应该是很久以前的 应该是在11月的时候 那时候比特币冲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聊过了嘛 好那 这档股票的话 特别留意就是说好像 因为昨天比特币又大涨了 有涨3% 昨天辉达也涨 所以说今天跟着涨 那我认为说这档股票 你看每次这样长红下来 他就要休息 长红下来 他就要休息 今天涨停 明天也不要追啊 明天不要追啊 明天不要追啊 你等他回来 就是说整理几个交易日之后 回车到均线 再做布局会比较好 所以他是买黑不买红 对 那我觉得他的题材就是伺服器部分 明年会有一个双位数的成长 所以这个可以特别留意 好这个滑琴 明年还是有成长动能在伺服器的部分 但是提醒大家啦 因为今天涨停了 建议大家是买黑不买红 那如果大家有听不清楚的地方 或是想得到更津洁的教学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 扫这个电视上的QR Code 加世俊老师的LINE 或是LINE搜寻 小老鼠WENG888 那老师今天有什么样 特别的资料给大家呢 好 昨天请大家去掃这个LINE 我们有公布早报 期货今天的高点 我在8点半就预测了 是14730 对 今天的高点是14732 只差两点而已 如果你期货操作有兴趣的 我每天都会来预测一下 那今天的资料更特别 我会送一个高胜率 主力的内外资券商买股名单 然后就是说我会去统计说 哪一个券商最近的胜率最高 然后前四名 前两名的内外资 我各挑两个出来 我看他今天买什么股票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的话 你就扫一下这个QR Code 然后小老鼠WENG88加进去 然后在右上角的记事本 就是你要扫一下 右上角的记事本 好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特别留意就是说集团作帐 剩两个礼拜而已 对 剩两个就交到年纪 我觉得这个集团作帐 搞不好有机会延续到农历年 延续到农历年 有机会 因为如果行情走到农历年的话 倒是有机会 像华兴集团 玉隆集团 鸿海集团跟威胜集团 都可以特别留意 好 四大族群 四大集团来帮大家点兵 如果想得到这个提高胜率的方法 就拿这个手机 扫电视上的QR Code 跟视君老师 拿这个主力内外资券商的买股名单 节目回来也要告诉大家的是 超级央行周极佳登场了 美国 欧元区 英国 瑞士 都陆陆续续要公布最新的利率决策 接下来关键的24小时 美股的多空如何判断呢 稍后请教蓝灯耀老师 欢迎你回到1600股名开讲 我是崔佑达 今天外资回头大买百亿元 这使得股会双涨了 新台币今天中场是强升1.42角 售后在30.582元 所以接下来要问兰登耀老师 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就是美国的CPI 真的如预期当中降温了 年增7.1% 这比上个月10月的7.7% 还要来得更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的江波图 昨天都是开高走低 虽然都是收红的 但是这样的涨势收敛 为什么这样庆祝行情 有一点虎头蛇尾呢 好的 基本上昨晚就很可怕 因为他都是开高走低 在CPI这么漂亮的一个 内容公布完之后 居然是多空双龙杀 全部都杀 在找盘的时候一开盘 涨了600多快700点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空头绝对是阵亡了 而当空头阵亡 多头准备要进场之后 他又给你杀下来 中场只有小涨100点而已 而不仅仅是道琼 包括了像是纳指跟废半 以及ASNP500 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你不管是要买哪一个 全部都中奖 不管是多跟空 全部都杀 如果说这样的状况 是在低档的话 可能就不值得参考 但是当美国股票市场 已经涨了一段之后 在高档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各位前三个月的时候 当CPI在公布的时候 它是大涨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位阶是在低档 低档大涨代表是反转的 那如果说昨天在高档 却是开高走低 会不会也是一个反转呢 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 好 稍后也会告诉大家 这个关键K棒的位置 每一次CPI公布的时候 其实美股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从月K的角度来 用长线来观察 因为今天晚上的变数 就是联准会要公布利率决策 那大家笃定就说升两码了 但是你终点利率汇到多高 因为现在所谓的联准会的目标 就是希望把CPI这个通膨压到2% 但是这是年车还是7 所以还没有到达他们的目标值 那从长线来看呢 好的 那基本上升两码 一点都不重要 对 就是它在会后的时候 它的中值 它的点阵图在哪边 那才是重点 那一样在极短线上面的震荡多空 交战是可以说非常的剧烈 那我们如果在极短线上面 是混沌不明的话 我们就把远观跟方向给拉远 从月K的角度来看 S&P500在跌破了这个 重要的颈线之后 反弹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它是干嘛 要嘛它就越过去翻多 不嘛在这里叫做压力区 那除了S&P500之外 费成半导体 它不也是这个样子 当头部出来跌破之后 它反弹到这个地方 要嘛就张上去 不然这里叫做压力区 那台北股票市场它也是一样 刚好全部都达到这个地方 不管是美股还是台股 甚至于韩国股票市场 全部从月K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都面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所以将来它到底是越过去 或者是会被给打下来呢 那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不急得出手啦 好就是在我们用这个 比较长线的颈线位置 帮大家来做观察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CPI的数据 虽然大家知道啦 是有降温的 但是如果以细项来看的话 到底是哪一些魔鬼 藏在细节当中 好的CPI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从今年以来 从1月份7啦 8啦 9.1啦 最高的时候 就从这个地方起 它慢慢的降温的 而你看到 在近期三个月的时候 它蛮特别的 它蛮特别的 从原本的8.1变成8.2 变成8变成7.7 这在上个月的时候 是比预估要来得更好 比预估要来得更好 那一样 从年征的角度很重要 但是从月征的角度会更重要 你看今年以来 各位它根本就没有衰退过 它每一个月都比前一个月要来得更多 但是不可否认的地方就是 在近期的时候 特别是在11月份的时候 它的确是有放缓的现象出来 那除了CPI之外 我们一直在节目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讲 你一定要加这两个字 核金CPI它会是更重要 因为它贴近人民 好 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预估是6.1 对 它公布是6嘛 对不对 下滑0.1而已 它也是比预估要来得更好 虽然这个可能它没有 它没有差了那么多 但是再怎么样 它也是比预测只要来得更好 那在前一次的时候 它也是比预估要来得更好 那一样 从月征的角度过来看 感觉就没有这么样的漂亮的 因为从上个月是大概升0.3 在这一次它一样 在CPI的部分降很多 但是从月征的角度来看 它依然是升了0.2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它当然是有降温 但是把时间给拉长 每个月都还是在增加当中 那如果你撑一个月撑两个月 可能都还撑得住 撑到了12个月 甚至于未来半年还要撑的话 你可能就会动不掉 这时候也要特别的观察 因为如果光看这几个数字 可能投资人听到补杀杀 但是我们从细项帮大家来观察 因为如果我们要贴近 这个民生消费的部分 刚刚已经在上一节节目提到了 能源跟二手车是降幅最多的 可能跟上个月比 你买这两个东西 你可能去加油 比较便宜 或是你买二手车比较便宜 但是对美国民众来说 它可能是没有感觉的 它在哪些东西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那在上一个阶段翁老师 他大概就有提过了 那从人员的部分 从原本的19变17 现在变13 感觉降幅很多 对不对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也还有13 所以人民在这个地方 跟去年同级相比的话 它还是没有太好受 那包括了人民最有感的 就是吃的嘛 每天都要吃 每天都要吃 每天都要喝 但是你看 在食品跟饮料的部分 其实它没有什么降 那再从这个新册的部分 也没什么降 房屋的租金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根本就不太会降了 那从交通运输的这个部分 你会看到 跟去年的同级相比的话 是还好 就是它的降幅 并不是那么样的大 所以年征很重要 但是我要带大家看的叫做月征 月征会更重要 因为你一定是要跟 上个月来相比 你才会知道说 你这个月到底有没有变得更好 你跟去年比的话 可能这个 每个人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从月征的角度过来看 这是刚刚的CPI 我们从月征来看 月征看起来就漂亮很多了 这边是一样在变不好 但是这边真的是在降价 也就是从近三个月过来看的话 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就代表什么 代表从CPI的内部的内容来看的话 月征的角度 它是真的在变缓和了 而当CPI真的在变缓和的话 各位在前两次 当CPI的数字公布完之后 股票是大涨的 是狂飙的 你看在前一次是10月13号的时候 10月份公布的时候 对 10月13号它有公布的时候 它那一天最高的时候 在道雄的部分涨了900多点 快1000点 对 快1000点 然后上涨了3.2 7个百分点最高的时候 收盘也涨了800点 上涨了2.8个百分点 最高跟收盘差别不大 那在前一次 因为7.7很漂亮 11月10号的时候 这一天最高涨1200多点 收盘也有涨1200点 所以这一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是涨一段之后 它还有办法 再向上有这么大的力道 可以说是很难得 而这一次就很特别了 在今天 在昨晚的时候有公布出来的 可是这一次就奇怪了 它原本最高是涨707点 比过去都要来得更弱了 而到了收盘的时候 只有涨103点 过去都是往上狂飙之后 可以说是几乎收在最高点 但是只有昨天是留了一个上影线 而这个上影线 并不是在高档的时候留上 并不是在低档的时候有上影线 是涨一段之后 而且给你一个超级大力多 又给你一个上影线 那这是不是一个反转的讯号出来 在这个地方 当CBI开始变好的时候 虽然它比预估要来得更差 更差一点 但是它至少它也是在降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长纹棒上来 这个叫做反转点 而在这个地方 它所公布出来的内容果然是很好 所以这边是涨真的 所以本来是跌一段之后 当CBI慢慢变好之后 它所公布出来的内容 它的确就是长纹棒 所以从原本的空方转为多方 可是现在多投完之后 当一个漂亮的数据出来 它却留一个上影线 那这会不会是反转的味道出来 那除了盗雄之外 S&P500跟其他的部分 也都有这个状况 都是留上影线 那除了上影线之外 我们从日可以来看 因为这个蓝老师在前几天 不断的提醒大家 你这个S&P 因为有看到更多的企业 所以就看它能不能突破下降轨道 下降压力 那现在呢 好的 那刚刚那一张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你讲了那么多 也都没关系 我将来会在我的Line 8上面 相关的数据跟字卡 我都会贴上去 你再自己到上面去慢慢看就好 S&P500我们就说过了 下降轨道一定要越过去 你再开始做多 结果昨天 一度可能要越过去的样子 要出来了 结果到尾盘的时候 很可惜的又变成留一个上影线 然后是一个比较不好看的KK棒 所以它代表着没越过去 那既然没越过去的话 整体来讲 S&P500它还是空方架构 那如果是空方架构 你就还不及得进展去做多 对 那再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现在的大盘它开始转多了 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的股票 它还在创新低 对呀 车电不是未来的趋势吗 对呀 电动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又不是所有人全部都保 可能大家全部都买电动车了 那如果说你打底的话那就算了 你不涨的话那就算了 你怎么会还在破底呢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特别留意了 因为毕竟昨天美国股市收红 特斯拉的股价却还在破底 这也使得这个全球首富 马斯克的这个宝座 又跟他拜拜了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 如果大家有听不懂的地方 或想得到更精进的教学呢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 扫这个电视上的QR Code 加蓝老师的LINE 或是LINE搜寻 小老鼠MoneyMoney168 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资料给大家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 大概只有10分钟 所以有一些比较细部的内容 没有办法在节目上面 跟你讲得这么细 那没关系 我在我的直播上面 也都会有讲 所以刚刚的相关的内容 你可以到我的直播去看 那每一天也都会有 如果有新股票 不管是多或者是空位 会在直播上面跟你说 你就扫描这个QR Code 跟小老鼠MoneyMoney168 就可以了 各位在这个地方很简单 多空不明 建议你多空都要做 那这个美国股市的上影线 今天